会不会飞过来啊 眼见对面的铁皮真的飞过来 吓到拍摄的民众精神尖叫 转身就跑 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出门 因为风雨真的太大了 感觉会被吹走 看摩托车都倒了 绿岛难聊的风好急 雨根本是用扫的 没有固定住的物品全部吹飞 至于绿岛公馆村的状况 也好不到哪去 民众拍摄海盔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 竟然把对面二楼的民宿吹垮了 仔细看这间名为海河日常的 绿岛文青民宿原本长这样 一楼为独立书店 二楼是房间 游客可以从二楼远眺 如今二楼以上的木造建筑 直接被吹飞 仅留下部分钢架 刚才有一个铁皮砸过来这边 对啊 哇 这个又倒了哦 阿鹏的那个 是不是啊 原本就这样吗 哇 整个摔掉耶 民宿对面的邻居被这景象吓到 近乎不已 幸好民宿歇业已久 早已无人员进出 因此受损后无人员伤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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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不断拍打岸边掀起层层巨浪 这里是台东三仙台的即时影像 从早上开始就有网友在家同步观看直播 关心台风状况 随着越晚风雨越强 镜头也被吹得左摇右晃 没想到下一秒 直播画面突然中断 只显示影像维护中 数千名网友看到这一幕 赶紧帮镜头军加油打气 受到海魁台风影响 三日东部海岸掀起狂风暴雨 另一头绿岛柴口浮潜区的监视影像 也记录下灾情 震震狂风袭来 瞬间一片雾蒙蒙 岸边植物被吹得左摇右晃 仔细看左下角还停着蓝色小货车 网友们也守候在线上 替驾驶喊话撑住啊 富岗渔港加入兰游戏区的直播画面 镜头也是一片白茫茫 惨不忍睹 车辆停在路边风雨大到雨刷 根本派不上用场 露树剧烈摇晃 下秒长风迎面扑来 整段树枝打在车上 另一段更直接掉在路中央 旁边草丛也满是树枝残骸 往前看更有路数直接横躺在马路中 索性当时没有车辆经过 车上民众也吓到完全不敢动 不止海岸边附近民宅也有灾情 两辆机车横躺在路上 飓风袭来更直接把机车位移 往前春移了数公尺远 海魁直扑东台湾越晚风雨越明显 提醒民众时刻戒备 平安度过台风天 TVB新闻综合报导 同伴帮忙监看落石 确认没有石头正在掉落 阿雄快跑 黑衣短裤的男子跑上了土石堆 这是刚刚滑落的大小石头 很不稳定差点摔跤 让同伴也惊呼很冒险 山坡再度摊坊 这是头85线7.9公里平静桥路段 之前风灾摊坊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施工 但是山坡很不稳定屡次又摊 工作人员冒险跑过土石堆 忙着去把挖土机移到安全的地方 免得被土石买了 跑在阿雄前面的还有另外两个同事 一个红衣服 一个深色的衣服 红衣服的真的摔跤了 没有时间停留 立刻起身继续往前 因为山坡上还有土石随时会掉下来 阿雄这个名字似曾相似 8月初卡努台风造成仍爱乡重创 台14线也速度中断 当时热心民众载着物资上山 四轮传动车帮忙运输 车子被大石头砸个正早 车上人员死里逃生 呼喊着同伴我们还活着 这个人也叫阿雄 大石头砸中受损的车辆 后来有彰化一家车厂老板 热心义务修好 再让车主开上山 当初劫后余生 呼叫着阿雄令人印象深刻 很巧这一次冒着生命危险 跑过摊方土石堆的也叫阿雄 两人都为难投救灾冒了生命危险 TBS新闻陈家贵无数评 难投报道 看着超级巨大的路数 就压在小货车上 所有人好想帮忙 却不知道从何下手 阿贝第一时间拿来小店 去帮忙 去断树干 希望可以减轻重量 幸好车内的人 还可以跟他们对话 只是小货车车头 几乎都已经完全被压变 压没 下面上面感觉 终于趁到锦销人员赶到现场 大型破坏工具进驻 立刻把人救了出来 3号上午11点多 花莲玉里台30线上 一辆小货车车上的负责量 从酌青村赏 趁着上午风雨还没那么大的时候 去镇上采买房台物资 结果发生意外 被倒塌的路数杂重 一度受捆车中 后雨下不停 雨刷根本来不及清除雨水 路边满地都是被吹断的树枝落叶 这里是台九县东竹路段 坐在车内也能感受到 车子被风吹得不断摇晃 也得要小心旁边路数 就怕发生意外 海亏台风直铺台湾 就在暴风圈里的花莲 一度刮起了八级的抢阵风 超大的帐篷都被掀起来了 早上花莲车站旁的超大帐篷 整个被掀翻倒地 支架与帆布都陀落掉下 幸好没有发生危险 也提醒民众 没事真的千万不要出门 TBS新闻高中 蓝亭林立花莲墙报道 它真的坏了 在强风中撑伞 下一秒雨伞马上开花 伞部被吹翻 和伞谷瞬间分离 这风势连人都站不稳了 更何况是一支小火山 气象局持续对花莲发布 路上强风特报 这顶着十级风的强风 要长着伞出门 你看像我这样子 还没有出门就已经散坏掉了 而且顺风散坏 逆风是难吸 还不如跟我一样把伞丢掉 穿着雨衣比较快 记者实测也只是想提醒大家 台风天真的别撑伞 因为除了花莲风很大 海贵台风中心登陆的台东 一样刮起狂风 另一头也有记者测试 在马路上拿折叠伞 别说想遮风挡雨 因为撑伞根本寸步难行 这状况花东民众很有感 虽然海魁对北台湾影响较小 但外围环流还是可能带来 见些雨室 北街站内共享伞 造福不少没带雨具的人 只是如果突然吹来一阵风 吹翻雨伞造成损坏 业者说先联系客服 然后归还租借站 如果维运人员回收 判断完全毁损 租借者就要负担赔偿 费用上限是799元 如果借了伞一打开 就发现故障 因为前三分钟不计费 只要在时间内推入归还 就能重借一把 TVB新闻中华报导 台东派员修复工店没想到 蹦的一身工程车 车身被撞偏 一颗露树狠砸车窗 瞬间裂成蜘蛛网撞 海魁强袭台东 多处停电 大举动员抢修 拿梯子维修电线 无奈风吹的站都站不稳 两名人员和梯子都抗衡不了 强风不断向后退 台东台11线 参加要占业者担心机台进水先做防护 更怕被连根拔起 拿出绳索牢牢固定在地面上 等一下等一下 镜头来到花莲 封冰箱台11线36.5K 电线遭到路数砸中垂落道路 工程员架梯子冒着风雨抢修 警方也到场戒备清除岛树 成功地区目前已经三度停电 一片雾漆抹黑 只听得到外面的一些声音 多处有停电灾情 截至3号下午3点 台东累积停电户数高达28196户 集中长宾东河成功关山等地 花莲有2399户全国共超过4万户 国军军用运输机出动 在人力机具分两架次前往金门 台电提前部署调派13人 三辆工程车及机具提前进驻待命 要全力戒备台风可能带来的停电灾情 TVBS新闻花东金门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